天宇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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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董 天宇哥 他怎么样了 乔董 天宇醒过来了没有 刚才手动了一下 又昏过去了 堵嘴 这么多的人 乌泱乌泱的 这个来了那个走了 你让阿宇怎么休养 乔董 您能让我们俩 去见一眼天宇吗 是啊 乔董 求求您老婆 你就是圣汉吧 圣汉姑娘 我问问你 我的天宇 今天落到这种地步 你知道谁造成的吗 是你 你 我的天宇从小的时候 她很听话很乖 人见人在 可自从接触你 你利用她 你影响她 你破坏我们的父子关系 你不许栽赃陷害 你不是个好女人哪 乔董不明白你的意思 我怎么利用我 给我怎么就栽赃陷害了 小佳 我还没说什么话呢 多厉害呀 咱们走 乔董 安静 咱们先跟乔董扔个错 咱们先扔个错 咱们先扔个错 乔董 你不许树 我还有天宇 有个小话 你也只是老爷子 我叫你 你不许树 她的老爷子 你不许树 你很许树 你很许树 我你也没有许树 你不许树 你不许树 您叫你 你不许树 对吧 韩剑 您说 好 今天见完天明以后 跟他一刀两断 不许再见吧 叫我这个要求会不会太 好 我答应你 韩剑 只要让我见到天明醒过来 我什么要求都可以答应你 好 p 们 5 5 5 6 9 十分钟 我来晚了 天宇 你是不能听见我说话 你答应过我会在网上看比赛的全过程 但你有没有看到小黄给我做的新造型 我没有让你失望我 能不能快点醒我 我还有好多话没有跟你讲 我们连还有好多事情都没有做 别把我一个人一跳在这儿 都走吧 都离开这儿 别再来打架我的天宇 在天宇没有醒过来之前 我是不会离开这儿的 沈小姐 你不要多存心指 将你进来已经很不错了 阿姐 你先出去 天宇 我会在外面守着你 我会在外面守着你 一直等到你醒过来为止 你听得见呢 好 我会在外面守着你 那你会在外面你不让我计算 我会在外面 我不怎麼想 我会在外面守着你 你不在外面也会在外面 才不是那样的 你倒是在外面 你不在外面 你不在外面 我看这儿 你不在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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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怎么 我知道了 这些都是我的错 文杰 千万别那么说 这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改变了语诺 你没有发现他比原来快乐的很多 而且要不因为你 小方也不会实践自己的梦想 要怪就怪那个丁俊 都是他在后台捣的鬼 丁俊 什么意思啊 其实当时我路过后台的时候 我看到有人在那偷偷摸摸的 他戴了个帽子 我没有看清楚他的脸 但是从体经看来一看就是丁俊 对 我管我 我当时为什么就没起个疑心呢 肯定能找出丁俊的孩子 我现在特希望 他们那人是我 如果能用我的命还他们俩 喜欢他就好了 怎么样了 二叔他们都回去了 二叔他们都回去了 那我们现在可以进去了吗 可以 进去跟他道个别吧 什么意思啊 乔总 乔总 乔总你告诉我 到底什么意思啊 我可以帮助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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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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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帮助你 我可以帮助你 是 I'm in a trace Spinning out of control Don't know what this dance is But at least I'm not dancing alone All kinds of crazy You heard what I said I blame you, lover I'm out of my head Some days my feet has been frozen I'm brave and I'm broken My soul is wide open Yes, yes I'm out of my head I'm out of my head I'm in aental view I must be in the middle of the day I'm gonna stay slapping the water I'll be fine I'll be fine I'll be fine 小时候真帅 过来 过来 快点 过来 不要我提示你 再把我离开你 再把我离开你 是 是 是 天天 是爸 是 孩子 啊 啊 啊 哎 叔 孩子 我在哪儿 你终于醒了 你这是在医院哪儿 去了一趟 地狱 但是没买门票 那你不要我 臭小子 都这样了 还说小话呢 谢天谢天 你终于醒过来了 你爸可都急死了 急死我了 你怎么回去了呢 真的没事 天宇 二叔 天宇你醒了 你都快吓死我了 能知道吗 回家吧 这两天就没事了 然后 马上就出院了 看见黑眼圈 回家吧 休息了 行 爸姐先回去了 啊 回家吧 丽莎 那就 好好照顾天宇 啊 放心吧 二叔 记住了 任何人不许来打架 放心吧 二叔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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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下来说 放心吧 没事吧 没事吧 那沈安呢 他怎么了 你都这样了 还想着人家呢 他没事 是不是受伤了 他没事 就在外面呢 要不是因为二叔 他早就进来了 他早在外面呢 嗯 他很着急吗 当然了 都快急疯了 我好幸福 要不然我叫他进来 哎 干嘛 我重死了 我担心了 不行 哎呦 玩一下嘛 好玩啊 但 他 人家拥抱感也没有了 好 好 求你了 行 天宇 真是谢天谢地 还好你没事 你不知道吗 这次你出生 可是把我给吓坏了 我呀 当初真不应该让你先走 是吗 我还以为你 特别希望我去死 怎么会呢 我知道 你也是为了我好 不过 乔董已经把我们 把合同签好了 快吧 以后啊 咱们也算是 算是同仁了 要是有什么 需要帮助的地方 尽管开口 谢谢你 不客气 应该的 嗯 那 那我先不打了吧 我还有事 先走吧 拜拜 他什么意思啊 这个家伙说来真的画长 就是他给自己挖了一个坟墓 然后跳进来 跳进来之后还特别开心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他打算要不成性不成 那比陈静差 但是没我差 我这个强强就是因为他 因为他 因为他 姐你来了 赶紧坐 这挺着大肚子怪吓人的 慢点啊 你坐吧 这样舒服吗 怎么了姐 不是 这什么意思啊 上面两个人是谁啊 这 这什么报纸啊 这 小安啊 你这宝贵工作 做得挺好的呀 不是姐 你听我跟你说 我还以为 你有什么力量 我会是第一个知道的 结果这份报纸 还是我哥妈 在隔壁阿姨家 看到的呢 妈也知道了 当然了 那 妈现在人呢 她去看小芳了 姐 小芳这次受伤 都是因为我 我刚刚也去看过小芳 那孩子挺可怜的 真不知道是谁这么可惜 做这样的事情 我知道是谁 而且我一定会赚出她 你还要唱歌这件事啊 我跟你说啊 昨天晚上 妈已经逼问杨明了 非问你发生了什么事 杨明都不敢承认呢 妈还说 要去找老汤 让你回报社工作 什么时候 当然是立刻马上 越快越好呗 不是姐 我现在不能回去 我还有好多事情没有做 而且真凶也没有抓到 就猜到你要这样说 姐 你能不能帮我劝劝妈 让她别忙活我的事行吗 你告诉我 怎么劝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 跟你解释这里面的事 但我现在真的不能回去 姐你帮帮我行吗 知道了 我自有分寸 放心吧 因为你没帮我 想着钱 去试湖 我先去试湖 不用试湖 能不能帮我 如果我真的不给你 我最爱不鸟 还在那里 告诉你 那里面 我不要帮你 我先去试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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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chard 走 Richard 早 Richard 早 早 Richard 你家老爷子来了 说让你上去 好 爸 这小子 我就知道 你不会老老实在家带着 怎么样 伤口还疼吗 哦 嗨 疼了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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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把伤口给撑开了 没事 您找我吧 什么事 你看看这是怎么回事 谁拍的 拍得不错哦 这报纸很有前途嘛 能这么写 我问你这是怎么回事 就是这么回事 写在上面 我要再读一遍了 我喜欢他 你怎么回事 儿子 你在家平常怎么玩 爸都不管你 可是这件事 你知道吗 差点把你 红柱集团CEO的位置都给丢了 本来这个位置 可是可以为你正确的 嗨 太好了 我正不想办那CEO 我就不是这块料 那沙姐做得多好啊 刚好说到沙姐 爸 我都说两句 黎叔 是不是八小时候 对沙姐特别不公平 您说句实话吧 公平 那沙姐怎么了 你知道什么是公平 他把公司的股票 搞成那样 我不能管吗 他准备见外公司 我能认认他 胡作非为吗 他不是这样的人 这一定是个误会 行啊 看人这方面 就用不得你来叫我了 不是这意思吗 一看那个沙姐 就不是什么好人 他明明答应过我的 不再去追局 可那为什么还要跟你这么紧密呢 他想干什么 潘高知啊 没有门 那我把公司既然说到这个话题 我也就实话实说了好吧 好不好 好 我摊开了没有 我非常认真的说 我会娶他 因为我爱他 因为我爱他 爱 对 你懂什么是爱 我跟你说 不要给我请你说认真 特别是你 要做我的接班人 你的个人问题 由不得你自己做主 爸 我的确不懂什么叫恋爱 但我知道这是一个恋爱自由的年代 我有权选择我爱的人 好 我们客观的讲 沈安 形象上 凭借自己的实力 人家拿了我们的形象代言人 对打动算 人家没有靠背景 没有靠关系 就耍什么手段 不像某些人 还怎么样 这么好一个女孩 那我不能娶吗 说到形象代言人 我正好要告诉你 目前公司 我认为最适合的人群 就是苏珊 对不起爸 我是不是听错了 我认为你们好 宋仁 让自己被弄成的 你到底还是怎么能够 你这样的 人是哪个人 对不起 你 这人是 你都说 因为我认为 你说 有什么意思 这个辑人 我认为 这翻译人 你说 如果要改变的话 全社会都会指责我们的诚信呢 这个事已经变了 就这么定了 我反对 反对也不行 反正 别这样 行了 你忙你的事去吧 咱们能不能再商量 我反对 反对也要出去 现在天宇不同意 我就算了吧 她懂什么 你今天没有看见芳妮 怎么跟我做对 如果我不把那个苏珊 紧紧地抓在手上 她怎么可能 乖乖听我们的话 你今天从小阳都没有 你还看见芳妮 你还看见芳妮 如果不如那ام 你还看着芳妮 我 我不是为任何人过来跟你说情 没有 就是想过来跟你聊聊天 你知道吗 在我眼里你 不是那么看重权位的 你不是一个是权力 比生命还重要的人 你不是那种 我们客观地想 你爸爸 我爸爸 他们兄弟俩曾经创立了江山 对吗 大夏的天下 创立了洪州集团 我们作为软辈 让着他们一样 他不就想参加董事长吗 就想过过董事长的瘾 为什么就不能满足他一次呢 这很难吗 他能做几天呢 我没有权力 但是在很多事情 没有弄清楚之前 我不能够离开洪州 太多事情你不知道了 我爸是怎么死的 我妈为什么得了这个病 还有宋主涛的死 这一个跟谜团 把我像残权一样包裹着 我必须找出里面的真相 不好意思 你刚刚说的 说的这些 都跟我爸爸有关系是不是 我没怎么说 但也许他心里最清楚 他是你爸爸的亲兄弟姐 怎么可能 我也不希望是他 但是这些年 他的所作所围绕我不害人 在他让我离开公司的 那个瞬间 我在他脸上看到的 完全是一副 没有心情的心乱面孔 太可怕了 开玩笑了 这些都是你的想象节 这些都是你的想象节 真的怎么可能 他是你的亲耳熟 他很疼你 很爱你的 有些时候他的另外一面 可能你看不见 但是他不代表他没有 没错 他是撤你资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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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真的嘴说不定了 好 这次比赛的事不是我的问题 我的责任是我负责的 但是 我背了黑锅 我不知道为什么 还不疼你 对不起 对不起 真对不起 放心不说这个 好吗 不说这个 但有一点解 对不起 在我心里 你永远是一个最坚强 最有能力 也是最美丽的在你 永远都是 对不起 妈 我 要是早点能让你住到这里 你现在也许 就已经醒了 没办法 这就是现实 没有钱 什么事都办不了 妈 最近 我可能 不能随时过来看你了 妈 我让你走 我让你走 你让我进去 我要借你们乔董乔先生 我可以 不可以 乔先生不在 你赶紧回去吧 乔先生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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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赶紧回去吧 我刚从他们家过来 他不在家 那他在哪 我都和你说过很多次了 乔先生不在 你还是赶紧走吧 好 我找乔天宇 乔天宇总在吧 乔总监也不在 我告诉你们啊 我和乔景山可是很好的朋友 等我见到他 告诉他你们今天这样 你们的饭碗可就保不住了 让我进去 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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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长 乔丹啊 正好你在 我要见乔先生 这两个朋友啊 拦着我非不让我进 乔先生不在 乔总监也不在 乔总不在 乔丽莎在 您有什么急事 和乔丽莎说 也是一样的吗 其实也没什么重要的事情 那既然这样 那 那我改天再来 我先走了 好 再见 怎么回事 可别告诉别人 医疏说我不见你 这么有闲情 叫我上来看风景 你不恭喜我吗 恭喜你什么 你不看新闻的 报纸 网上 你的绯闻哪 听说了 所以我就说嘛 是什么 学理科的人 跟你老师宋淑涛一样 都快五十岁了 连个女朋友都没交上 然后就去奸商地了 你可千万别学她呀 我的低探哥 我真是挺小的 嘛 你还没有找到 还没有向你 我不给你老师 你还没想到 什么 找一个情侦对象 多好 瞧懂 同意你们在一起吗 所以吧 赶紧醒醒吧 hard Often 冯君 那天你在不在场 什么 那个铁羹从� WORK的上测 砸下来的那一天 在场 在 是你干的 problem 是 怎么不接着问了 你不正在说着吗 不想知道 是谁让我这么干的吗 你说我有这个必要知道 天宇 有些事情最好装糊涂的好 你知道黎叔的儿子 被警察给抓走了吗 我知道 我已经有了 藏起来 你对你 不提出ah 你看 你的 这个 什么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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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你 从小 去 你 你 我发誓 干嘛 替他报仇 打我呀 乔总没让我动手 你可也借这个机会打死我 没错 如果 想要饱住它 就叫它安分点 别挡着乔总的路 谢谢 谢谢提醒 斯蒂文 你可真有雅性啊 还能坐在这儿喝咖啡 喝咖啡怎么了 我以为这个时候你会在 乔丽莎那儿 多给她去支持 我觉得我认真工作 就是对乔丽莎的最大支持 真是个书呆子 你没发现吗 现在这公司 都会变成乔启山的 你认真工作 是支持乔丽莎呢 还是支持乔丽莎呢 来 出正事 好 你知不知道 每个月都会有那么一天 客户反馈的问题 会特别多 而其他时候呢 又很正常 最好查查记录了 查查客户激增的那天 出现了什么问题 这个不用查 我知道 内容前面都是一样的 什么 为什么 每个月呢 到了这一天 都会有一个 莫莫其妙的网页连接跳出来 导致我们的客户 无法登录 或者是电脑死机 你是怎么知道的 你以为我这个客户中心的总监是白吃饭的吗 我也是名牌大学毕业的高材生的 知道 我对不起 这些问题最后怎么解决的 解决 不需要解决 一般情况下我们只需要告诉客户 重新安装一下客户端 好 是吗 其实我也试过 不曾经安装客户端 这个问题到了第二天 正好 有这种事啊 在这个问题上 我跟老松的意见是截然相反 他总是 是我们的游戏平台遭受了攻击 可我不怎么看 你怎么看 你怎么看 我记得你是马上理工学医院病 这个问题 这不是攻击 这是盗用 我什么都没说啊 嗯 妈 我不相信你真的会卖掉红柱 你能告诉我 到底是怎么回事吗 妈 您放心 我一定会找出隐藏在背后的真相 需要 和最终于 但是这事 始终了 好 我想 我没有 莎姐那天的话是真的吗 为什么她要定决害沈安 仅仅是阻止我跟她交往吗 让我来回答你思考的问题吧 为了不是你跟她的关系陷得太深 为了洪州集团的利益 不被别人霸占 所以 所以呢 所以您就犯法 去伤害别人 是吗 沈安只不过是来参赛的一个小小的选手而已 把您支援了 我支援 真是能干 因为这牵扯的利益 因为每个人都为了自己的利益 再去拼搏 再去奔跑 你以为那个沈安就没有自己的利益吗 他为什么出现在你的生活中 他到底想干什么 你了解吗 子 专门 那 是 很专门的 是 蘇珊她媽 這個大股東 我們如果得罪了她 我們在橫中說話還能算數嗎 所以還是為了利益 對嗎 不跟你爭辯這個 你只要記住 比賽的第一名 必須是蘇珊 至於那個沈安姑娘 她如果再不失去伊亂基石 她的安全我可真不敢保證 爸 跑蛋 蘇珊 蘇珊是第一名 她是遊戲代言人 這沒問題 小意思 但是你必須保證我 不再傷害省人 那得看她 她會不會對我造成危險 還得看她 是不是還顫著我的耳朵 跑不跟她來往 行了嗎 那我們 走著看看 bake 議成 記者們打來電話問什麼時候就這次形象代言人的事情開新聞發布會公司的形象代言人換了嗎 我不开玩笑地跟大家说 公司的形象代言人确实已经换了 不是沈安 没错 沈安赢了比赛 大家都知道 现在换成素材 怎么会是他老人 安静 他是形象代言人 他是用命换来的冠军 对吧 滚 不公平 是道道 当然是 见识一切挺多的 现在闭嘴 任务会讲解 明天发布会就开了 我们必须要在发布会上 把这个消息公布出去 所以我们要赶紧 把苏珊的海报做出来 贴到墙上 懂吗各位 Richard 我们这样做 别人会怎么讲我们的意思 是啊 太不属性了 我知道 但这是上面的意思 我只是来执行 有任何问题会担着 明天发布会出现 跟神医都不能说 这是个秘密 什么秘密啊 走吧 姐 姐 坐 说吧 说什么 什么秘密 别闹了些 都听见了 为什么要让苏珊做形象代言人 那沈安怎么办 他赢了这场比赛 你要是说定吗 他这么做对谁有好处吗 我就对沈安吧 什么 我是说 我不想让沈安再决定来 可能对他是件好事 如果你想保护他 就应该主持公道 支持他做形象代言人 你不会是想利用沈安 把你的分工委屈 主持工作吗 乔天宇 我开玩笑 好 沈安的事情先放在一边 我来找你是因为刘豫 刘豫 怎么了 他今天来找你跟二叔 被保安拦在门外了 早知今日的何必当初呢 我命都还大上了 就是不听 我该的 你告诉我 是不是跟增发的股票有关系 如果我估计的不错 等刘豫手里的股票一旦减 就会全部变成二叔的筹码 到时候 他就会有足够的股份 坐视董事长这个位置 对不对 他哪来那么多钱 去收购这些股票啊 他就那么喜欢董事长这个位置吗 他一直都是这么想的 你应该做清楚 况且收购这些股份 也不需要很多钱 那很多种方法 虽然我不知道 你们用什么手段 去收购这些股票 但是如果让我发现任何 有损公司利益的事情 我绝不会善罢甘休 我非常多 曹天宇 我真搞不得你 姐我为了这么多 我也挨了枪子呢 沈安也差点死了 难道还不高吗 我做错了吗 姐 那好大大 现在可以告诉我 到底怎么回事了吧 我不想让沈安收到伤害 接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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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接了为什么不接电话 昨天晚上到现在就不接 为什么呀 这事说到你身上 是不是你也想的 你还不过他呢 你说什么 最后一条 他为什么不接电话 不是 再忙不后一句 他为什么不接电话 换了我怎么知道 换了我 换了你 换了你还 可能还不如他 是吗 是吗 警方啊 不接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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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记着大家好啊 有 不接电话 怎么我一进来 现场变得这么安静啊 有什么问题 可以随便问 不必拘束 请问 以前都是乔丽莎 接受我们媒体的采访 今天怎么让她没来 是不是因为乔丽莎美女没来 换了我这么个小老头 就没有兴趣了 乔丽莎 今天有您的事 暂时来不了 乔启山先生现在是 红州集团的代理董事长 也就是说今天 所有记者朋友们的问题 由他来回答 请问 请问 红州集团什么时候 换的代理董事长 昨天 昨天红州召开了一个董事会 紧急的董事会 所有的董事投票 选举 谢谢 在这个时候 换董事长 红州是不是太草率了 嗯 这个问题我来换谈 我是临危受命 大家知道 这次红州集团 出了非常严重的失误 作为代理董事长的乔丽莎美 有不可退协的责任 正是因为他的失误 才导致了 九州遨游形象代言人的 选拔活动 完全失败了 所以董事会 才做出了这么一个决定 强待董事长 您认为 九州遨游形象代言人的 选拔活动 是失败的 对吗 是的 一个失败的比赛 导致了 令人失望的结果 红州集团的形象 也因此受到了 前所未有的影响了 您的意思是 红州集团 不承认这次比赛的结果是吗 可以这么说 因为我们认为 比赛的结果 无法照顾到 所有用户的要求 那你认为 怎么样才能达到 所有用户的需求呢 对 这个问题提得好 那就需要 我们找到一个 能够充分 代表我们 九州遨游游戏精神的 胆眼人 您认为 你是这个合适的人权吗 我们认为 苏珊小姐 是最佳的 让开 严林不现 性别不幸 只要你喜欢九州遨游 只要你喜欢九州遨游 终于 是 公司 认为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慢慢地 就放微笑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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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好啊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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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也谢谢 对啊 啊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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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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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